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星车险杯 世界围棋大师赛 半决赛 三番棋的决胜局 那么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个孟太玲六段来为大家做讲解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孟太玲 今天非常的荣幸能够来到央视第一次做客 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精彩的讲解 我也是跟邱老师第一次合作 希望邱老师能带着我给大家奉献一场听觉的盛宴 其实我们都知道孟太玲他在VHTV上已经是常客了 而且非常受欢迎 他这刚才是非常客气 不敢吗 姜还是老的 这个我还是小字本 还是应该以学习为主 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对阵的双方呢 分别是韩国的朴婷环九段和中国的唐伟欣九段 两位大名鼎鼎的棋手 那么我知道你之前跟唐伟欣是队友是吧 是的 应该对他很了解吧 对 我跟他做过三年的队友 也是经历了起起伏伏吧算是 我们第一年建队的时候是不拦不惊 然后第二年是等于说夺得了维甲的冠军 是的 是的 但是第三年就险些降级啊 应该说这一路走的还是挺有意义的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棋吧 这盘棋下的很精彩 好 那么这盘棋是半决赛的决胜局的比赛 是的 两个人之前是一比一平 而另外一场半决赛就是十月对阵 这个金智希的半决赛其实已经结束了 对 是的 是的 那一场半决赛十月是零比二赋予了金智希 没错 没错 那也就是说金智希已经率先闯入了决赛 对 然后在这儿 没错 也就是说这一盘棋如果唐伟欣输了的话 那么中国队就将被韩国队包揽了 就是全军覆没被韩国包揽决赛了 没错 所以这盘棋不管是对唐伟欣也好 也是和中国围棋队也好 都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盘主赛 没错 是这样的 对 开始的进程应该说双方 怎么讲呢 就是不是现在的流行不止 这棋呢 我觉得黑棋这飞在这儿 你觉得它 为什么要飞在这儿呢 比如说小尖或者是跳好像更常见一些 对 这飞在这儿是不是觉得它有缺陷呢 这招棋确实相对来说非常的少见 我们最常看见当然是跳这个作为监视 实地也都很多 是的 但是朴年环它的棋风就是如此 它的棋风攻击性非常的强 你觉得它的棋风攻击性很强 对 它其实是立战派的这个高手 力量非常大 哦 是这样的 所以它显然这部棋 它是为接下来的这个战斗式做好了准备 没错 是这样的 而唐伟欣也是如此 唐伟欣这个应该说是后半盘是非常非常野的 它的棋怎么说呢 人送外面棋坛不好讲 就是说它到后半盘那个脚弓啊 就是这种乱战的能力应该说是当今棋盘最强的最强者之一 所以这两个人下棋肯定是棋盘上一场腥风血雨 确实 下一手呢 这个棋就已经开始进入我觉得出于一种战斗的状态了 完全没有想到 如果不看棋谱的话 那黑棋呢下在这儿了 直接就打入这儿 这看起来很无理啊 刚刚这个一肩反加你 你不是应该尖三三 最起码你好歹也得跳一个嘛 对你好歹走自己 对啊 是的 毕竟你如果说再被我见到这里再被我封头的话 其实黑棋两个子应该说是很重的 但这个时候平地环就像我刚才说的 攻击性非常强 确实 打入到这个地方 跟这一招棋应该说也是相关联的意思 没错 是这样的 他打入在这里之后 当然普通人乍一看的话 会很容易上火 但是如果说你仔细想想不好好应付的话 很容易钻入圈套 比如说这棋你随便跳一个的话 黑棋是不是会考虑脱过呢 不一定 这个地方很难讲 因为平地环也许他就跟着跳出了 但是白棋其实也有一个相对来是比较简明的下方 就是他可以靠这个 上靠 对 上靠 这个就是从棋形上讲可能是一种感觉 对 如果上靠的话 黑棋是不是会顶过 这个就是可能是陶尹兴比较忌惮的 他不想下成这样 是 然后白棋估计连斑两下已经就算了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他就沾上 这样的话 其实等于说白棋这个配合 好像差点意思 这三个子明显不太 对 包括这个子其实还是要比这个好 他对于这三个子攻击性还是非常大 这个像下靠的毛病 现在白棋顾不上这些块了 对 所以这个白棋 解冰的下方是不行 只有战斗 那么跳棋就像刚才崔老师说 这招棋是正常的 我估计啊 这个拖过恐怕 不一定成了 因为白棋扳下来之后 怕它扳下来 觉得这样不太好是吗 是 这样 白棋断了之后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基本上得姓白了 它大概只有拐出去吧 对 现在已经不太行了 对 白棋就算简单的吃一个 或者是贴起 就算简单吃吧 我估计黑棋在这一段肯定没什么念想 对 这肯定已经死了 对 所以我估计白棋应该不会这么想 哦 大概也是不会脱过的 对 我感觉它应该还是得跳起 跳出 对 这招 挺狠的 这样等于说 这三个子辫子比这两个子要重 而且我们看这个幅度 一旦形成这种双方都弃子的格局的话 那么黑棋显然这个块 要比这个块要打多了 所以这个 其实它的打入的原因 包括这个飞 整体的这个构想也就是如此 哦 它就是想要打入 然后跳起来 对 它认为你比我重 哦 对 这样形成战斗的话 黑棋比较有把握 什么觉得 对 它反正也是喜欢战 它觉得只要是我战斗有力 那我当然是要主动求战 那么实战呢 唐伟欣是这样下的 对 它先拖了一下 嗯 它在这里交换了一个次曲 是的 也是挺巧妙的 对 跟黑棋长一个交换 然后再跳出 再跳出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问你 它想拖过呢 我就觉得白棋拖一个 好像是组度的意思 是的 是的 明白了 这个确实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是极大的压缩了 黑棋的眼位 是 对 黑棋这个肯定是变得 比刚才众多了 因为这个 如果你先跳起来 我跳出 你再拖这种的话 显然黑棋不会退 没错 对 将来黑棋这一小间 这非常的那个饱满 活得很结实 对 所以它拖这个 一方面速度 另外一方面也把你走中的 同时缩小你的眼位 对 交换到了一下 确实是便宜了 然后白棋拐 再跳过来 这个等于说 隐隐有转换的感觉 对 对 双方两位力量派的高手 在第一个局部 好像就大打出手 这就是现在的这种暴力围棋 没错 那唐伟欣呢 我们知道 她是上届三星杯的冠军 对 这次能够闯入半决赛 这个离未免越来越近了 所以我们对她 当然也基于厚望 因为这三星杯 好像未免是一件 很困难的事 至今为止 除了前几节吧 后面就没有人未免过 对 现在的世界比赛 想未免太难 对 因为要从最开始的 这个预选打起 这个偶然性太大了 对 你得连赢好多好多盘棋 是的 而且对于唐伟欣来说 还有一个 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有可能她会完成的 就是现在 由于这个顶尖层的水平 是越来越接近 包括这个有实力的人 也是越来越多 所以其实很 就是包括现在 就是形成的一个局面 就是一贯群 我们统称为 世界冠军一贯群的人 是越来越多 现在拥有 但只拥有一座 世界冠军的人 应该多达十余位 这么多 而这其中 最有可能达到两贯的 就是咱们今天的 这位白起 唐伟欣 对 他如果说未免了 这次三星的话 他也就是第一个 就享受 得到这个成绩的人 挺不容易的 朴槿华好像 这个世界冠军也不多 对 他也只有一个 对啊 所以挺意外的 因为他在韩国 排名第一 已经连续很长时间了 对 以他这样的排名来说 我们觉得他好像 在哪一个世界冠军 应该在情理之中吧 但是事实上 他是在11年 拿过这个世界冠军之后呢 事隔三年 都没有拿到世界冠军了 对 对 所以挺意外的 确实 对 好 我们来看齐吧 对 好 这是现在黑旗尖了一个 黑旗尖了一个 这样就拖一下的便宜 非常明显 应该说 确实 然后白旗现在挡了他一下 进一步搜刮黑旗 白旗其实如果说 这个挡不着急的话 是不是可以考虑 先跳出来呢 对 就当时普遍的感觉 大家都觉得可能 跳那个更急一点 对啊 对 这个好像是大局观 这个大局观 更有大局一些 这样的话 黑旗其实下一手 旗并不明显 我觉得黑旗应该 不太可能往这儿飞 对啊 现在有功夫飞这个 对啊 就中府主动全部 都交给白旗 白旗过来也好 或者震过来等等 这个感觉 白旗应该说是 形式不错的样子 对 我觉得 当然 首先这部企业挡住 应该说是唐尔森的风格 他希望逼着你走 同时不给你取缔的 这种机会 是他的风格 但同时这也说明 他的一个短板 就是他在大局方面 应该说还是照这个 其他的点击高手 是稍逊一筹 没错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 虽然他综后半盘 确实非常强大 对 但是他在联赛上 今年的成绩呢 是明显不如朴婷桓的 他们两个正好是一个队的 今天是大连队的 对 朴婷桓全是各项的赛事 都非常的稳定 是 他发挥还是非常出色的 是 那么我们还是来看棋 好 这个白旗挡住的话 由于这两首棋 其实黑旗已经是 算是扩大的眼位吧 那么这个时候 朴婷桓就抢占这个制高点了 对 大跳 大跳 非常诱人的一首 走完这首之后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三个子的白旗 处境极其的艰难 确实 我们老在想 他这三个子应该赶紧做活了吧 对 但是如果说 假如说 一味的做活 比如说柴衣之类的吧 对 那黑旗就走一个吗 还是 黑旗反正 如果白旗走这个 黑旗真的有点不会 对 因为这期 你说我在天上 把你蒙住 你在下面走一个 特别委屈的差异 其实我走什么都可以了 黑旗反正回到这边 班子这个子做活 等等等等 应该说都已经可以满意了 黑旗已经站到 刚才白旗想要下的这一点了 所以 应该说黑旗已经得力了 至于这里面 你怎么做活 你反正不能把黑旗吃了 也不能再跑出去了就行了 对 是的 而且这个坚一坚 我估计白旗 真的这种就是安乐死了 局部肯定会非常的委屈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时候 其实党的时候 我觉得转换已经实在必行 白旗逃了一个 对 必然会走在这边 对 而黑旗 这个局部应该说是 无法进火的 只能打结杀了 最多就是搬了一伙 是吗 对 就这样 然后白旗吃黑旗 就只能做结了 这也没办法 这没有办法 嗯 但是显然出气无解 确实 对 所以黑旗也没法硬了 嗯 黑旗在这个地方应该说 也只能去吃白旗 嗯 但这个补在哪里 确实挺有学问的 是 如果说你想补得干净一点 比如说拆个阴 你觉得挺干净的吧 但是这个 这是一个大拆啊 对 就看着 比如说人家 往这走一个 对 黑旗要不要阴的 这也挺头疼的 对 是 不仅仅是这种问题啊 这真的 这白旗直接来 黑旗真的好办吗 确实 对 黑旗搬 白旗就虎 虎一个是吧 这个地方很有可能 黑旗是 没吃着 对 主熟的鸭子反而被它飞起来 对 就很有可能是这样 黑旗反而现在 你不能挡吧 挡被我吃出去 肯定不行 嗯 所以你只有肠 但是我这里冲断 这一地方应该说 白旗是挡不住的 对 是的 黑旗 黑旗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 这已经要冲出去了 是的 嗯 吃这个就打出来 等于说这个地方 其实黑旗是有破绽的 是的 是的 所以这个黑旗如果加高的话 首先要考虑外围 没错 那黑旗呢 实战呢 它没有这样下 对 所以它觉得这一带呢 显然是有破绽的 所以在这尖了一个 对 牢牢地补住上边 嗯 而这个时候白旗 由于这边的牵制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白旗两个做活的话 你不能伤这边 比方这种尖 应该说是黑旗的绝对先生 是的 所以说你在这个局部 白旗也不那么好获 嗯 对 所以唐卫星也是选择转换 嗯 双方在第一个局部就 下得很精彩 很厉害 这个火腥味已经很浓了 对 白旗吃子 虽然是一边 一边人一人吃一个 是 但是这里面依然没有干净 对 没有干净 就白旗刚才 呃 孟老师说的这个拆衣 好像黑旗也很难 想吃是不太 吃得很干净 我在这 对 只是由于这个 就取舍的问题嘛 白旗是先取舍 这个 同样的两者 必得其一 黑旗当然走到这边 对 是的 所以实战第二十七首 他补了一段是吧 唐卫星二路 二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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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说这招棋是 追求效率的一手 对 是的 他补的比较撑了 应该说 对 对 形成这样的局面 应该说是 当白旗接下来差一 黑旗接完之后 局部是告一段落 是的 那么当时大家普遍的这种感觉 都是认为 黑旗全的一款是占据了 明显的优势 其实我们分析一下 应该 也很容易得出这个结论 很显然这个地方 你看我们都是三路五路 三路五路 是的 但是我比你 显然我比你多围了两格 因为你站到中线了 对 然后还肩过来了 是吧 二路还是我的子 对 等于说我这至少比你 多个拾木齐 然后这个头 我也是比你要高的很多很多 对于外围的这种影响 你对这块的影响 和我对这块的影响 应该也是不可同而言 是的 所以大家都是觉得 不管是地 还是市 综合的方面 就是黑旗明显好于白旗 那么白旗这个拆衣 跟黑旗这个小间之后 这里面是不是就干净了呢 对 就是一个问题 如果说干净了的话 那白旗这拆衣明显很亏损 是的 是吧 没错 所以这个间其实从 为后来的这个实战时 埋下了一个伏笔 那么如果说朴天皇有后悔药 可以吃的话 我相信他这棋 恐怕就会老老实实地补一个 这样的话 其实相对来说 可能是一个军事 可能黑旗烧好一点点的军事 这样就应该说比较均衡 但是我不知道 如果说你下的话 你对局的时候会 有这样的心情吗 确实没 没这样的心情 说实没有 而且包括今天这个 就上面还有挖这个 等等的 这种可能的余味的出现 对 这也是为什么白旗实战 要拆衣一下再拖签的原因 就是间接地防这个 是 没错 对 而后面的进程应该说是 对 很难预料 对 咱们先买个伏笔 是的 等一下咱们再讲 白旗现在拖签 分头 黑旗B住 很普通 然后白旗在黑旗的这种 把一个拖 那么黑旗从这边B 应该说也是体现了 这个平凌环的一种 优势的心理 他觉得这个还不够牢靠 还是要再走一走 再加一个 是 再加一个是不是就牢靠了呢 对 他以为牢靠了 对 他所认为的这个结果是 黑旗在实力上 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 所以说他下得很稳 心情也很好 黑旗先分了一个 黑旗这个撒到成兵 上面分头 这边再分一个头 其实这样的局面 对 然后现在 黑旗转手先去搜刮白旗 对 看起来 朴婷华的下巴呢 我就觉得他整个的 对木属的判断 肯定是有优势一时 对 他这个明显就是想把这块旗 我把空围围住嘛 然后对你这三个子 造成一定的压力 对 这样我那个子放在那里呢 暂时先搁置一下 不着急 是 其实下成这样的时候 如果这里没有起的话 白旗出飞了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个两块 其实木啊 咱们都不用点 咱们就比一比就行 比比块就行 对 衡量一下 都是拆到这个位置 然后呢 我这边比你要高一点 对 所以说整体上看 这种木属我要比你 至少要稍大一点 然后这个地方的木 和这个地方的木 差不多 我是白多出来 大概这一块 那石木齐就出来了 这就比比块就行 是的 然后这边呢 你一个围有角 加一个柴 我这边的实地 我想黑旗比白旗大 应该是 这毫无疑问的 对 如果我围得住的话 是 比你大多 对 那等于说我这块 比你这块多石木 我这块甚至还比你这块大 只要你把这块处理好 我把这块处理好 那这棋 黑旗应该说胜权在握 那看起来 如果说 以这个结果论来说的话 当初这个一开始的转换 好像还是觉得白旗要亏一些 对 确实 是这样吗 大家其实都是这么想 这个时候他会先 还是得先处理自己 对 黑旗大费 这个也是 首先瞄着 这种跳 对白旗进一步的这种攻击的影响 另外一方面 扩张上面 逐步完成我刚才所规划的那个图 对 白旗靠了 对 然后白旗 可以处理自身 顶住 白旗处理好 当然黑旗就该处理自己了 没错 那个字 老是搁在那儿总不是个事 你总得处理一下 对 黑白双方就一步一步着 一步一步地围绕着 我刚才的那个图去这个兴起 黑旗连扳也是局部的手劲 基本上就会下成这个样子 对 然后黑旗跳 跳一个 形状也下得非常完美 对 这个时候实地的角度来说白旗差距比较大了 没错 需要打入 打入 黑旗很稳 平旗连扳应该说在优势 在所谓的优势的局面下下得还是非常的稳健 对 然后白旗靠 毕竟黑旗的实力范围 白旗也是处理的比较清理 是的 靠断局部的腾挪的下法 对 这个局部呢 靠断之后呢 一般来说 好像白旗想要处理一下 想做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呢 就是说 作为黑旗来说呢 怎么想办法转换 因为你想吃掉人 已经不太现实了 就是 转换的意思呢 就是把白旗的空破掉 以弥补自己空被破掉的损失 是的 这个时候 所以双方在此是短筋相近 是的 白旗 黑旗 白旗靠断了 黑旗就简单的打了粘出 其实白旗从旗形上讲是有点烈的 对 这个地方都靠在了黑旗这个纸的上面 对 所以我总怀疑这个白旗破这些空啊 是不是到底便不便宜 是个理问 贴过来 白旗呢 其实 对 真的从实地的角度来说白旗可能还亏了 确实不便宜 对 黑旗现在活得挺大了 是的 活得一个贴幕就出来了 这一块虽然没有了 但我破掉了你这一块 是 那么同样就是对比 我这个确保比你大 嗯 我这个确保比你这个大不少 我这白多一贴幕 是的 不棋 乐胜是吗 对 清楚 包括你这一代还得走 你还得补 对 不补的话被人贴出来还是没活 白旗先搬一个 对白旗搬 这时候平旗的话 绝对实际里面有点 太明显了 对 这种地方他就连抗都不抗 对 就压顺势走后自己同时压缩你 嗯 这么爽的棋他都不下 嗯 他就下得出头就行了 对 飞就把自己的头给走好 然后白旗就飞了台下 对 那这样的话白旗这两手其实还是非常的愉快 嗯 飞了长完之后这一代 等于说一出一入的木树 本来黑旗可以抗过来的 对 刚才为什么不抗过来 我也挺不能理解 是 确实 哎 这个地方等于说就是 嗯 可以说平旅环 从事后看平旅环就一步一步的 这个 陷入了这个唐伟逊设好的陷阱 在这个时候我们看这个实地的角度 黑旗优势非常大 没错 然后白旗也是不紧不慢的去对黑旗进攻击 黑旗 你的连白旗的潜力也都不破了 就是 这个悠闲的逃跑 嗯 看起来飞天环就像是静静的等待胜利的装盗 但是接下来的故事就风影突变了 要知道白旗下这些都是有预谋的 然后接下来呢他先飞了一个 这看起来还是不紧不慢的 就先把这些你这个贴出来 想要我吃我三个子的这个预谋给破坏掉 是 先手啊 再把黑旗当然贴回 贴住 然后白旗又贴了一下 然后白旗贴 黑旗成 这个时候感觉这旗啊 快下完了 好 其实大家就下一个局部 黑旗明显有优势之后 嗯 后面都是大家 嗯 这个点到为止 那这时候感觉黑旗已经快赢了 那接下来故事发生什么了 嗯 这个故事我们先给大家留个悬念 好 先休息一下 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第十九届三星车简杯世界维系大师赛半决赛决胜局 由唐伟欣对阵朴婷 啊 那么这盘棋呢 刚才跟孟太林给大家讲解到就是 接下来白旗到底应该在哪里出刀的问题 对 就这个故事怎么讲 对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还是这样块就是 感觉上木差不多 对 其他的地方黑旗木比白旗应该是 是 对 多的很明显 怎么办 白旗怎么赢 这旗拿什么赢 嗯 这个问题想必 嗯 朴年环是没觉得这白旗有什么办法 没错 对 但是唐伟欣好像 嗯 早在续盘的时候 他就已经谋化好的手段 嗯 此刻终于要出手 对 现在我们看到他 下了一个小金 二路小金 啊 二路小金 小金 这样的话 这个局部的黑旗消 这个味道可以说非常差 对 嗯 嗯 不知道是不是 之前这个朴年环觉得这个旗就是死的 嗯 所以他一直在这一带没有什么防备 对 总体给人的感觉是没有防备 对 因为他也没有在这一带下子 下的时候也没有接应到这一边 对 然后呢 在这一带呢也没有什么防备 对 如果说他有防备的话就不一样了 对 他无神经 包括他这一带就是也是慢慢悠悠了 是的 那么其实我们如果说是局后总结的话 即使后来这一带被白旗出棋 嗯 如果说之前的黑旗招法能下的稍微积极一些 嗯 就算被白旗出棋这期黑旗都不见得数 哦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局部啊 后来下手了什么样 白旗小尖 对 黑旗团 这一带 团一个应该说是黑旗的先生 是的 在这一带实在是问题太明显了 没错 马上要挖断了 对 所以白旗小尖 又捡了一下 黑旗双柱 白旗团毁 这部棋团不是粘毁 嗯 唐伟欣显在这一带是计算到这一部的一路小尖是有关系的 是的 嗯 这个一路小尖呢 对这边的作业帮助很大 因为这个团和粘本身这个木树已经眼看了就团是损的 对 现在人家一般就不一样了完全 对 差别很大 是的 但是 对 就是说现在因为白旗有这个冲断的 所以黑旗也不得不防 对不得不防 嗯 所以这个时候平旗环觉得这个局部 他确实 他此时此分是看到能够出棋的 嗯 所以他以为这棋 嗯 就给你一个打结活吧 我就挤住这个地方 嗯 你局部做个打结那我也就认了 嗯 他如果说局部白旗要怎么打结活呢 嗯 我猜想平旗环可能是认为黑旗 假如说挡住 嗯 他就毁了 嗯 就打一个然后就成打结了是吗 对 打的话就打结 嗯 但是这个节黑旗比较重 嗯 因为黑旗如果是退回来的话 这个大一路小监事先生 嗯 你挤 我沾 你如果想吃我只有足度 是的 这样我就能做活了 没错 你沾住就近活了 哦 这已经近活了 对 没错 这样的话 其实这个黑旗负担挺重的 就是正常来说黑旗打不起 嗯 本来好 平常把这点死了一下 打结嘛 那黑旗能点进去吗 对 黑旗点进去 白旗也只有担战 对 但现在如果说 嗯 想净杀他的话 只能立下去 但立下去显然不行 被人跳进去 对 这个不行 没办法 那他只能挡住是吧 对 就正常来说你可能是 嗯 其实我也 不是完全确定便利华到底怎么想的 嗯 但是我后来问过唐伟欣 他给我的回答就是 他 那便利华说挤的时候 他以为下面是打结 哦 他以为这是打结杀 然后就打一个 对 以为像这样 做成这样的打结 嗯 是这个 如果打结的话 这期我问唐伟欣了 嗯 形势怎么样 他说还是不太好 他说还是不太好 看起来前面问题还是情人之后吧 对 可见这期白旗转换的整体得失 还是 判断上有点 有点偏差 对 确实是这样 嗯 而这个地方 平陵环实战没有这么下 嗯 呃 实战不是像这样的 对 实战它是单挤啊 像我们刚才摆的 而后来 就我问唐伟欣的图是 黑旗应该点 点了白旗只能挡住吧 再走 哦 再走 那么白旗是不是搬一个呢 对是搬 而黑旗还是吃 还是做节是吗 对 这样做节 做节 这个地方还是最没办法 这沾的话 这沾上就 就死了 完蛋了 对 这一袋后手眼 这个肯定不行 嗯 所以只有坐 这样坐的话 黑旗杀不掉 不能禁杀 是的 但这个节白旗消起来也挺难受 没错 嗯 这个如果说黑旗接上的话 白旗走什么呢 而接上的话 白旗 这种主要下雨里边还是有劲 哦 如果说挤的话 它提掉先则又飞进去了 是吧 哦 飞入的话这个眼 黑旗也不好破 对 是的 这还是个打结杀 对 是的 打下一吃 这个局部 黑旗不可能全部吃掉白旗了 是的 那这一节越来越重啊 对 这还不如刚才就搬了打人 对 直接打那个结了 对 所以肯定好像没有点是单挤 他以为能够让白旗的效率 变低一点的打结 对 他以为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他想太多了 想太少了 是单挤 单挤 嗯 他没有想到的是 对 好像没在下面走旗根本就 太意外了 这简直是 他先在这儿靠了一个 再靠了一个 对 大家看到这个地方怎么那么小啊 对 他干嘛呢 他 对 这什么意思 平静环还是 正让着和尚摸不着头脑 先推这个 推一个 就缩小妮眼门 反正你冲我就冲死了 是的 很清楚 觉得没什么用 对 然后人家挤一个 然后先挤入 这张旗又是令平静环很诧异 嗯 但是这个时候其实 黑旗已经拿白旗不好帮了 已经不好杀了 对 由于这一代的问题啊 嗯 由于脚上的问题说 黑旗其实不得不防射 嗯 是的 这时候 即使平静环 我不知道他现在的 当时的心情如何 但是他就算是 看到了白旗后来的手段 他也没什么办法了 这个时候黑旗能不能用点 比较强硬的手段 我们来看看 比如说我搬一个怎么样 嗯 这张旗确实是 几乎把白旗所有的眼位都破掉了 对 这个好像是奋勇一拼的下法 这个 对 那白旗就只有在奖上的这个 断一个 断一个 打吃 然后我再立下 嗯 立下来 我似乎只有挡着一边 只有挡着 只有挡着 有办法 然后我再 我这还 可还可以火 对 有火一个总是你的权利了 嗯 是 然后就 简单的搬 搬一个 吃掉 嗯 这时候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最简单的图 白旗简单的粘住 哇 你这有冲吧 是的 这好像已经亏损了很多 这个 这个不知道是先手多少木 已经出来了 这被冲下去 这旗也差不多了 已经 这样的话恐怕黑旗还没有实战好 是的 估计也不行 这样 包括刚才外衣这个白旗还有其他的下方 对 对 就其他的下方我们先不考虑的 这个下方已经是黑旗 对 已经亏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是的 恐怕当时 啊 刚才白旗如果挡这个的话 嗯 我搬一下 而这时候白旗如果挡回 恐怕黑旗 也不太好 都不太行 嗯 这样我再粘回 这马上下面要拐死 中间要断 估计黑旗已经就要了 对 看来强杀不行 对 强杀不行了 强杀不行了 这段黑旗还是低估了白旗的这种腾弄的手段 嗯 几个 那黑旗只有粘上 对 粘住是最稳健的 也没办法 这黑旗可以考虑挡住 挡这个 挡住的话就像刚才所说 搬这个的时候 黑旗没办法只有挡 那只有挡住 我再虎 嗯 你这个结太重了 嗯 这结我之前我还可以先把量一下断掉 嗯 我就断了 走了 这是白旗的权利 然后我再虎 原来只有打 对 我就吃了 嗯 这个结等于说黑旗随时粘我 我随时粘 嗯 我由于小剑的先生 是的 我已经活了 对 那等于说你不能粘 也就意味着你被我消劫的时候就是这样 嗯 就先手人家拐他一般把脚都可以吃了 对 那这个旗在黑旗这块旗还很薄 嗯 上面还有结的基础上 嗯 这个跟静黄没什么区别 对 这结黑旗实在太重 没法打 是 所以这旗 其实是黑旗一个没有办法反击的形状 嗯 实际上也就是如此 确实就是 嗯 嗯 发现 这人挤的时候 不知道这个时候 朴婷看到了没有 如果看到的话 我觉得心情肯定会很恶劣 对 反正我站在她的脚子 脚上想 是的 我宁愿她没有看到 可能心情还好一点 太坏了 这简直是 对 黑旗沾上了 实际上黑旗沾住 然后 白旗 嗯 虎灰 单虎这张旗肯定是朴婷所意外的 没错 这旗还能单虎吗 我一吼你局部眼位不是明显不足吗 我想平平环她此时还是 啊就是她挤的时候肯定没有 没有想过白旗还会单虎的可能性 是的 没错 很简单 对白旗今天黑旗就挤 对 这个局部下面这一只眼 你要是团这个的话我就顶了 我就把这个眼给破了 特别清楚 嗯 但是 她先走了这个 对 想你好像太图样了 这种时候 接住 嗯 她先接的 然后接的时候呢 就在想这个时候黑旗有没有强杀的手法 对 她先冲了 她先冲了一下 在顶之前白旗先冲是最稳妥的 先冲 就次序得给大家摆好了 挡住 然后再顶 再顶这个 这个我们就发现这个 所有一切一朝起都不能辣 没错 然后再一粘 这个地方 我们现在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下一步她要击打 然后做个眼 对 在这么小的一个范围之内 居然能做出一只眼来 真让人吃惊 对 真的是不可思议 因为下面粘是 这绝对先手 这是一只眼 所以黑旗如果还想杀 就不能再让白旗做眼了 要杀的话 只有两种 就只有一种方法 你要不就粘在这儿 反正你就不能让她这个打掉 对 因为比方说 要不就团在这儿 杀 杀 这个杀好像太没把握了 对 您就冲上来是吗 您就冲上来是吗 这棋就是说 这个截也全部都用上了 每一招棋都是有用的 刚刚好 这个我们不得不佩服唐伟先 这个计算力 确实 非常的恐怖 这样能杀得了吗 比如说 太勉强了 是不是 应该是不太现实 因为这段基本都扛不住了 外围就是 已经顶不住了 如果说黑旗顶一边恐怕 可能还是有希望 但是你走这边 你比方说最简单 我打一个 这样吗 打出来 再打一个 用什么方法 白旗不管 白旗把这粘住 然后你是不是得走这边 然后我得走一个 走一个办法的 就尖一尖 走一个 然后我中间走走走一点 我就比方说我最简单的 我就能拐住 然后我再过了 拐住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办 对 这边首先下什么样都搞不清 是 这个挺头痛的 下的这样 就算你一招棋 能把我这个处理好 我就不管你下什么样了 我这下面 收气的时候我就这么下 嗯 然后我这种 就靠过来 嗯 这黑旗 这都是攻气 我由于我有眼 你没 你可能都没有眼 对 你真是得收我的 这边我有三旗 这四五旗 这这气 黑旗上哪儿杀白旗 没错 嗯 这好像 这黑旗完全不行 这看着 所以这旗真的是 有心杀敌 但是无力回程 完全没有想到 在这个地方 居然能走出一只眼来 对 实际上呢 这个结果就是 朴婷婉非常无奈 这个 确实 不认为韩国等级分第一人的 朴婷婉在这个局部是 被迫的这个 放任白旗做火 擋住 我感觉 太郁闷了 我说这个旗下 世界第八大奇迹在中 这个白旗竟然在 如此狭小的空间内 瞪出了两只眼位 是的 黑旗 几乎所有的子力 都是徒劳武功 现在像这样之后 就等于说 原本这两块实际相当的 这个两块 这个 无与伦比的实际 现在生生的被 白旗揪下一块 对啊 被人家活了 对 实际上就差距 那是相差太大了 对 确实 对 那么像这样的时候 其实他已经是 完美逆转了 嗯 没错 我就在想这个第一盘啊 他们两个人下的时候 那个棋就很明显的是 朴婷环不应该去吃人家的棋 是 结果他非要去杀人家脚 对 最后的结果他 历尽千辛万苦 终于吃掉了人家一个刀八五 然后这个收棋收完了之后 亏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对 是 不止木亏了 木亏了大概有个三五目棋 嗯 然后后 后卫还亏飞了 嗯 最重要还差手棋 没错 一个局部大概 核算下来亏十五目棋是至少 是 本来这棋 那个棋 朴婷环也很多 是 但是 一个局部下来 显然是被逆转了 聪明反对聪明 对 今天这盘棋好像有点类似吧 我觉得是 对 但这个可能比不了第一盘 因为第一盘是朴婷环自己犯的错误 对 这盘棋是朴婷环他没有注意 对 等到他注意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对 一方面也是说明朴婷环在这种世界大赛的 最后临门一脚的 是的 这个环节 确实往往是处理的不够好 对 他以前也有很多次了 比方说在今年的这个7月份 后来进行的这个百灵杯的比赛当中 半决赛他也是0比2负荣乐科捷 对 第二盘棋他到后面几乎必胜的时候 也是一招后手死 就是关键战斗的这个一个大的战役当中 在别的地方走了一后手 太意外了 然后大龙分死 这种就是不可解 对于全天环这种极为的高手来说 没错 好 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对 接下来发生了些什么故事 对 还是有一些挣扎的 对 不会说这棋到这就结束了 对对 黑棋现在必须要奋勇追赶了 奋勇 对 再补发力已经来不及了 对 肥肉 白棋冲 黑棋在这边尖尖 小尖一个 对 特别狠啊 这个时候他那会 白棋挤 这个也得应对得当 对 要不然的话 小心被黑棋得逞了 对 黑棋打了占主 这样黑棋的收获是等于说 吃掉了黑棋的两子 白棋两子 但是这种收获显然是不足以挽回下面的损失 没错 这下面损失实在是太惨重了 冲一个 先手冲 以防它长出来 对 先手冲 甚至像这样的时候 白棋都可以脱线了 在此之前 这个 在白棋挡的时候黑棋小尖尖尖 对 它走了一下 像这样之后 这个尽管黑棋在这边卷了一票 但是棋 恐怕也是 依然不容乐观 实际上的差距还是存在的 白棋尝了一个 尝 黑棋很勇猛的就掉进去了 因为这棋显然是空不太空 对 掉在了这个地方 对 看着挺 有点张牙舞爪的意思 确实 但是呢 唐卫星也没有跟他纠缠 对 他该收什么就收什么 算了 留给你吧 唐卫星的风格 其实他的劣势下 他的风格体现得非常的明显 这个 帮助了几乎所有 他可以帮助所有的地方 但是他在优势的情况下 他就下的会非常的简明 是吧 这盘棋我们就可以看到 他这个优势之下的这个把握能 把握局面的能力真的是 已经是如可纯清了 所以说这棋就不能 你要跟他下的话就不能让他优势 是吗 对对对 不过确实他的短板就在前浪盘 所以说他的棋也往往也 都中后半盘那种 在前面很大优势 很有意思 是 黑棋断了一个 对 把棋跳 对 现在这个局面前 他已经基本上已经不太可能了 对 把这个尖了 把棋倒 把棋倒 把棋搅 把棋收掉 就跟着他硬 对 然后呢 他把这个跳出来 跳出 把棋下得很坚实 他就把棋牢牢的补活 是的 棠卫星这就是一步一个脚样 嗯 然后直接一路小间 这部棋也是常人很难想象到的一手 但这双鞋首先价值就非常大 对 因为接下来这个爬可以说是先生 没错 然后再拖 再一拖 大概把走哪儿都一样了 就退一个 这其实这也是先生棋牧 是的 等于说这双鞋已经逆收出棋牧齐来了 那已经是无限一手棋的价值 而且他还把自己也做活了 对 等于说就是一种生理宣言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木树啊 收得非常好 因为他一小间呢 我们看到眼界这一挡 他就已经活了 对 他本来这一挡没活 人家点回来了 对 所以他把自己活得特别铁 是 让你告诉你这块棋你就别惦记了 我已经活出两只眼了 对 是的 这是为什么唐行要走这个的原因 对 他肩在这儿捕活 对 那么黑棋呢 还要奋斗啊 还得争扎 这个不甘心就这样 就 他先拖了一个 他先拖这个 他先拖的 小林环的棋 小林环的棋 小林环也是韩国游戏第一人嘛 对 他这个棋肯定也是 略射之下 他也是拼得非常的凶 我就能够感觉到他这个棋 如果是这样平平淡淡就输掉 确实是不甘心 这块棋你就这样给我活出来 在最紧的地方能挤出一只这样的眼位来 我这心里实在是太不舒服了 而且只有最后的决胜去 输了就已经输掉了 是 怎么也得挣扎一下 对 为了颜面 为了这个最后的机会 他这个 他长的 脱进 白棋长 是 然后他跳 就看这个地方的最后 白棋是不是应对得到 黑棋白棋 看起来这形状好像有点看不清的这个样子了 是 接下来呢 白棋挖一个 白棋挖过 先要求把自己联络 对 因为联络之后呢 反正你在底下怎么活呢 我在想办法搜刮你 对 先保证自己棋子的安全 这个时候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后半盘 这个白棋整体的进程 黑棋冲这个 白棋就闪 白棋把白棋断了 白棋就把这眼瞪出来 这边同样 你想吃不良 我就给你 给完你之后 我自己甘愿落一后手 一路一小进 对 下的特别稳 包括现在的时候 白棋也是 面对你的这种冲击 我把自己的联络 联好之后 我就干脆不跟你站了 底下给你 没错 我这棋就已经斗了 判断非常清楚 黑棋爬了一个 白棋冲 黑棋再爬过 对 再爬过来 白棋爬这个 先把它爬断 这台黑棋还真的不是那么好下 黑棋顶 黑棋顶 三路顶 他先问问白棋 你打不打算杀我 我再打算跟你最后的奋力一搏 我现在也把白棋断开 如果说白棋打算立下去的话 黑棋可能就这样打过来 对 挖打的话拐打过来 对 如果真的唐卫星这是一个诱惑 他就没有经受住的话 这棋还真的就不一定了 如果被打这样 就有点看不清楚 至少是 就有这个打结的可能性 是 这样 胜负或许就不那么明朗 所以优势的一方 往往不希望把这个形式 搅得很混乱 尤其是打结 那他总是希望把这个优势 能够的保持住 对 只要有一点优势就行了 对 他觉得他能控制到最臭 对 就完全可以了 对 其实这个把握局势的能力 就是能够区别开来 这个超一流棋手和一流棋手之间的这个差别 对 确实 那么现在 面对着黑棋的最后的这个一个诱惑吧 白棋很冷静 对 简单的 尝出来了 尝 让你把我下面全给套了 对 就看起来好像黑棋得了很多木树 对 他把这个也打掉了 打掉 立下 看起来这黑棋套了太多了 是的 但是 主要是你这儿的锁的中规它是边角地 这一块就是 一块肉 没错 是这样 就刚才 它拖到底下 虽然说这底下活出 现在是1234566亩 对 局部也差十几步骑 没错 但是白棋呢 抢到了一个先手 然后可以加长外围 它现在充斥了这个 充斥这个 黑棋肺 黑棋肺 它把这个提掉 提掉 嗯 然后黑棋有袜子 白棋就长 对 非常的稳 管了一个 白棋就挤住 嗯 黑棋甚至自己联络了 对 还得后手补 要不然被人家断了是先手 对 你这中间几个还有点危险 看起来 对 确实是 也就是说其实黑棋肺 下面之后 其实上面你还得扣点木 对 对 这一切都是唐伟欣利用这个后卫啊 去搜刮黑棋得来的结果 所以我就很佩服他们的后半盘 就虽然说这边亏了几目 但那边总是能找回来 或者说找回来的更多 这是非常强大的地方 确实 也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地方 我觉得 嗯 是 然后白棋又把这个爬了 对 那下的非常结实 对 和板盘 嗯 点一下 点 白棋站 黑棋 爬回来 爬回来 他爬了一个 要求先手把两个吃掉 这个是黑棋的权利 嗯 白棋站住 黑棋的权利 其实这棋差距并不大 对 看起来就差一点 对 爬回来 其实他稳健是稳健 但是他是一直有判断 那么他每个局部都稍微亏一点 但是只要他能够点清楚这棋 还是有较为明显的优势的话 他就可以忍让一棋 一半是实力 对 那么这棋如果说他已经控制到这一半 一半两半的话 其实也就是正是一种实力的体现 嗯 没错 然后接下来呢 黑棋还是想办法在中间想撑出点木来 嗯 白棋就挡下 挡住 嗯 然后呢 他 把这个接了一下 把这个接住 挖持 这样是剑盒 靠住 嗯 挡住 打持 就沾一下 嗯 沾住 沾回 这中间也围不出什么木啊 确实 嗯 长入吗 对 黑棋尝了 尝了这个 尝这个 他把这个子接回来 接回 嗯 这个中间呢 觉得最后白棋收的还是挺漂亮的 所以 对 白给大家看一下 嗯 因为这个棋 刚才孟老师也说了 差距其实很小 你如果一个地方收的不好的话 逆转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作为唐伟欣这样后半盘非常强大的棋手来说 我觉得到了他的手里面好像很难再翻出去 对 他的后半盘确实是顶尖中的顶尖 对 好 我们看他中间是怎么收的 他先小尖了 小尖 拱一拱中间 嗯 黑棋这一带有一挖 没有办法 这一带 嗯 这个扳不住啊 这地方扳不住 所以只有先这个 对 没有办法 白棋再搬一个 搬一个 搬一个 断不掉啊 断完了打烂 人家贴回去了 对 很简单 所以只有虎柱 虎柱 虎柱 这是先手 对 也只有联络 要不然你就被他断死了下一步 所以只能贴回去 嗯 然后白棋一点 就点了之后发现这个中间 就没有木了 当时的时候白棋这已经有个字了 嗯 对 后来这已经有个字了 最后的时候就是白棋一点这个 一点 然后就把中间全给破了 嗯 是的 后来的结果 黑棋粘上白棋吃 黑棋一看粘还不便宜 还得吃这个 最后的结果呢 中间黑棋企图唯控 但最终被白棋这个简明的 全破光 嗯 全部给破掉了 对 这棋就已经结束了 是 没错 嗯 那么最后呢 这盘棋的结果就是 直白的唐伟心 以两幕半的优势 战胜了朴婷环 对 半决赛呢 是以2比1 战胜了朴婷环 最后杀入了决赛 嗯 那么到底是否能够未免三星杯 就看他的决赛 跟金智希的结果了 嗯 嗯 对 好 那我们今天呢 就为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再见 再见